灵异前赚得越多,人越出名,在这个社会上,我们就更有位置,更受人尊重,这也许是很多人曾经和现在的想法,但范冰冰事件给了我们重重的一击,原来一个人这么有名气和财富,可以一下子颠倒,一下子到了一个没有人之缘的位置,更谈不上尊重了。 说实话,我是胆战心惊的,既感慨于古人讲的厚德载物,又感慨于如今人的明哲保身和人情冷漠,多年以前,我认为,有钱就能改善自己所处的困境,有名就能得到他人重新抵来的尊重和敬仰,随着年龄渐长,这一切都依赖于一个叫道德的东西作为基础,一个人确实这个道德,将会身心不调, 灾难降临,一个组织缺失这个道德,将会濒临解体,人心放尸,一个国家缺失这个道德,将会国破人亡,衰败不堪。 灵儿像我这样,从农村走到城市的人,应该是很多的,我们都有一个目标,要在这座城市加根下来,要加根,就得努力赚钱,直到赚的钱能够买得起房子。 没有买到房之前,我们打步本人的内心是不安的,这种不安来自于,我也可以在这座城市安家,我也可以在这座城市过上体面的日子。 知足常乐,这回事,对我们来讲,太遥远,买到房才知足。 这其实是有错觉的,假如把人生比作四层,没买到房之前,算一层,买到房之后算二层,在一层的人,只有一个想法,我要算二层,到了二层,就想着三层是不是更美好。 依此类推,人性的参与是永无止境的,年薪四十万,就想着年薪百万,到了百万就想着千万,那些永远是不安的。 作为我们普通人是这样,作为明星,就更是这样了。 明立对他们来讲,实在这个行业的基石,因为一旦过气,自己的演艺生涯也就差不多了,因为世道残酷。 不是每个人都有好运从乌鸦变粉黄的,活出平淡,平凡,平常的人生状态,对于身在名利场的人来讲,是地球到月球的距离,如果没有人当头棒喝,又怎么能轻易清醒呢? 如果从这一点来讲,范丁丁是幸运的,笑催给他当头一棒,要三零天后清醒了,彻底的清醒了,这一棒敲醒了一个人。 但不见得敲醒了其他人,因为其他人还没有那么通,零三有时候我在想,像我们做内容创业的,做教育的,都因为明立这个东西常常模糊双眼,沉醉于此。 更不要说这些明星了,以前我对打造个人品牌是极其热衷的,但经历了一些事情后,我发现,明立是双刃剑,没有到的做基础。 最终卡的就是自己,明立有多大,卡的就有多重,有些人能扛得住这个分量,而大部分的人是扛不住的,快了也就倒了,基本也就爬不起来了。 都是社会浮躁,贪婪,也要让自己守住忠道,遵循道德,这是一种能力,也是一种智慧。 没钱的时候,老想着自己要有钱,没名的时候,老想着自己要成名,有钱有名多好。 这是我们常常看到的有,格不配位,多灾多难,妻离子散,命运多变。 这是我们看不到的无,事物有两面性,有正就有反,有明就有暗,有良就有因,生命这条路要想活得更清楚。 更明白,旧的人知道有何无,明律是显性,道德是也行,厚德方能厚道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